猫兒要去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加分享 MASDA總裁Akira Marumoto 一場物執行長Ikuo Meida 時得到了驚爆消息 他們透露MASDA正在計劃 開發與測試300HD的 2.2升Sky Activity渦輪引擎 而這具引擎 或將會放到MASDA三身上 在日本零路賽道的 Super TaiQ賽事中 MASDA地場物執行長Ikuo Meida 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 表示Toyota與SUBRO的 新引擎五星技術 實力確實很強 而為了迎接更大的挑戰 MASDA其實也在測試 經過升級強化的 2.2升Sky Activity柴油渦輪引擎 馬力有望達到300HP 目前MASDA參加 Super TaiQ賽事的主力車款 為MASDA2 但考慮到 MASDA2的引擎室與車身架構 似乎不適合安裝 2.2升Sky Activity引擎 所以日本媒體就詢問了MASDA 常物執行長Ikuo Meida 是否會將300HP的 2.2升Sky Activity引擎 放置到MASDA3身上 並以MASDA3作為 Super TaiQ賽事的新戰車 同時也提出了 關於300HP引擎的更多資料 對此Ikuo Meida說 這是秘密 但是MASDA3 那其實MASDA 要把2.2升Sky Activity柴油渦輪 引擎馬力 提升到300HP並不難 畢竟參考現在的引擎數據 馬力200PS扭力450Nm 其實動力已經很出色 如果MASDA強化了渦輪系統 進氣系統 排氣系統 以及引擎零件 相信300HP完全不是問題 當然為了應付未來的排放法規 據悉 這具300HP的2.2升Sky Activity引擎 是可以使用 耐用DISO生物柴油來驅動的 最後MASDA高層並沒有透露 300HP的2.2升Sky Activity引擎 何時會登場 但目前基本確定 會首次出現在MASDA3身上 不過一開始 MASDA肯定會先用來參加賽事 吸取更多經驗與數據 至於最終會不會大量量產 放到更多名用車 我們拭目以待吧 要將會準備好 然後馬上重量改變 這個改變 增加上了 今後有阿了 還有肯定時 兩倍的預測 4個筋駕 1了 4個筋駕 2個筋駕